陈先生39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 来 有请陈先生 有请 女嘉宾 沈女士35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来 有请沈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啊 都是离异的是吧 是的 离异有多久了 两年多了 咱三年了 你跟你前妻结婚多少年 离的婚 结婚我们是三年 我们属于散婚 三天就领证了 有孩子吗 没有 您呢 有 11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跟谁呢 现在跟我 你们认识不到一年是吧 半年多 半年多 咋认识的呢 是在那个微信陌生人里认识的 然后先聊一段时间 现在呢 明确的是男女朋友了 是吗 嗯 现在刚刚有点明确 但是因为一点事情了 哦 因为什么事啊 就是我俩从认识这段时间 他前夫经常在半夜的时候 打骚扰电话 你说这日子还能有过吗 打电话你就让半人休息了 那是他给我打的 不是我给他打的电话啊 那你就不能不接吗 嗯 不接不行啊 万一再不敢 还不想看你怎么办啊 我说你把电话给我 我跟他理论 你们俩不把电话给我 你接完了之后 你们俩再上家里打了 你脾气抱 太脾气了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就那么软弱无能吗 他骂你你就忍着 你不会骂他 那关键是因为孩子的事 你不得忍着怎么办 哦 再吵起来 是是他前夫 现在纠缠他是吗 对啊 半夜打电话 经常的事 哦 干嘛呢 而且在电话里骂骂他 哦 就因为以前这些事 那么迟到的 哦 为什么不能了断呢 啊 中间有这个孩子嘛 给这孩子抚养费 一个月一千块钱 哦 这个 这一千块钱 对你们现在的生活来说 很重要吗 哦 很重要啊 因为给这孩子的 哦 嗯 所以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是 你觉得没断干净 是不是这意思啊 啊 这一天他的事也挺多的 啊 他总挑我的毛病 他一天抽烟喝酒 那个抽烟一天抽了好几盒 你会弄到屋里的 屋檐张气的 回来吧 一天 就挑我毛病 那我抽烟 你之前认识我之前 你不知道我抽烟吗 那你少不抽 我不也是为了 为了还击我的压力吗 你不会少抽啊 抽半分你不行啊 你不会少抽点 那你不会好好说吗 说你也不听 都不听 完了还喝酒 那酒吧 个外都还喝 回来完了还喝 我上一天一九的班 我回来挺累的 我喝点酒 接着烦 怎么了不对吗 那你可以少喝呀 喝半天或者是一瓶 不行吗 我有这瓶 还有那瓶 你有喝酒的瓶 就喝完了 这一丢那一瓶 比我哪都是 不不不 我把你皮肤抱我熟识 他喝白酒 我怎么抱你熟识了 喝啤酒 喝啤酒 喝五六瓶嘛 我怎么抱你熟识了 你不帮我熟识啊 我零用休息的时候 哪次不是我给你做饭 你做那饭不好吃 不是咸饭 我做 都我的事 还有孩子呢 孩子不会我自己照过他吗 现在孩子跟你们住一起啊 对啊 那他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啊 不太好回来就喊 谁跟谁喊 他跟孩子喊 你这找我的毛病 那你说孩子是你生的 你都教育不了他 他对我一点 一点就是父子之情都没有 那你 现在我们连个连话也不说 那你 他不小吗 他不小吗 你怎么教育他 那你多大了 还跟孩子一样了 那你讲话这家 我就没调头吗 我就没为这个家吗 你不父母了 不出了 你就成天教那些毛病 那孩子不小吗 你哥和你嫂子 讲话了 给这家添什么了 你讲话了 你还得添补他们 那我哥 那我哥他们不是 没有富裕吗 咱添补点 不狠着啥吗 那为何让你一个人调头啊 你看个 我妈一定 还有我哥 送我们俩 那我有这义务 我就得负责 好好 好 听明白了 这个经济可能也比较紧一些啊 对 那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还是是租的房子 还是你的房子 房子是我父亲的房子 你父母也跟你们住一起吗 不住在一起 不住一起 家务你做 那相当 基本等于办个全职是吧 对 还要贴补你的家里人 是吧 对 还要贴补 所以你前夫那一千块钱的抚养费 对你来说是个大数 对 很重要 因为俯养孩子 用的多很多 是个大数 你父母知道这个人吗 反正对他有些意见 啥意见 因为他没有工作 这是其一 比如说第二呢 带个孩子 然后还带个老妈 你说这样子 对我得有多大的工作压力 你说带个老妈 是他母亲也跟你们住一起 因为之前孩子 是跟姥姥在一块住 现在他是跟我在一块住 孩子对我一点都不尊重 现在等于 他他儿子和他母亲都跟你一起住是吗 是的 哦 有很大的压力是吧 你们俩 对 想过要有个自己的孩子吗 想过 想过 你们俩其实认识的还不久 是吧 是的 严格意义上说还不久 你喜欢他什么呀 嗯 刚开始 我俩在微信里认识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俩聊的吧 还算是可以 谈了大约有 两个多月吧 就三个月吧 但是落得都挺好 但是这话 我一直没敢跟我母亲学 等到第四个月的时候 跟我母亲说了事 嗯 完了 之后我母亲说 那你就带回来让我看看吧 嗯 然后我母亲就觉得 好像是说不是那么太完美 第一呢 觉得她的个矮 然后一落呢 又说她有个孩子 又在干嘛 就从这一点 就我母亲对她 有了很多的意见 嗯 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意思啊 你还想继续吗 现在就是说 从我们认识这段时间 就是我经常发现的 医生 她前后就打电话骚扰 我一打 一打就打文鞋来的 我说你这 你这讲话呢 这日子还让不让人过了 这是 这是她打的 不是我给她打 这人话 那你跟她母亲相处的怎么样 我跟她母亲相处的 基本上不是怎么开说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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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对这段感情是怎么看的呀 还想继续吗 想 来调解她嘛 你看她对你儿子也不好 对你妈也不好 是吧 嗯 对你也不好 还有那么多臭毛病 她为什么一定要跟她呢 嗯 我调一步 还带孩子妈妈 我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就是 你是在给你儿子和你妈找饭票 恰恰找到了她 是吧 不是吧 就是反正 你喜欢她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 做人老实的 这是一老实人 嗯 我的天哪 听明白了你的角色了吗 听明白了吗 能明白吗 能明白 行了 那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来来来 宇栋 兄弟你好啊 妹子你好 两个人也都是受过情伤的人 曾经的这些伤痛 我们就把它放在曾经就好了 因为人都是在伤痛当中 不断地成长起来 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你经历了伤痛 你没有吸取教训 这个是不应该的 呃 我希望两个人 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 自己想一想 我在我过去上一段的 爱情的这个经历里面 婚姻的经历里面 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经验又是什么 那我其实想对大兄弟 说的第二句话就是 还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行为 其实代表说反过来讲 你在最开始认识 你的女友的时候 你就知道她的情况 她不是说后来一直隐瞒你 所以你应该预判到 未来你们生活在一起 有可能会产生的 各种各样的摩擦 而不是要等摩擦出现了 你再暴跳如雷 那个是不对的 那第二个 我想跟女孩说两句话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是的 没有谁希望我一定要 要为爱情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是 那个不是我们的本意 但是目前事情已经出了 对 的的确确有一个小朋友跟着你 对 有一个老妈妈 要去赡养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那所以有一个事情 我个人觉得 你刚才其实很务实了 你有孩子 有老人 是的 刚才川哥也说 是不是要找一个依靠 当然 因为在现实面前 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 谈感情就显得非常奢侈了 对不对 我们都要吃饭 我们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小朋友 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都要作为中间人 我们都有 都要去维系 这个时候 我特别理解妹子 你的立场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 去给你聊很多的感情了 你先帮我解决好 我们共同的困境 这个所以兄弟 你要有心理准备 这是第一 第二 妹子 你的情况就是 你要自知啊 你要很自知自己的实际情况 我带个孩子 带个妈 对 换句话 我想说什么 你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碰到这样的一个 愿意分担你 所有生活压力的男人 你应该怎么做呢 我对她好一点 你一定要对她好一点 对不对 因为至少从感恩的角度 你也要对她好一点 而不是刚才 你整个的眼神 充满了杀气 所有的话口 都是在拱她的火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要再温柔一点 温柔 你现在无论是说感情 未来还是现实 你都必须要温柔一点 那第二句话 我想跟妹子说的是 你要自强 我做到你很好 你在帮我 但是我也争取 不给你添更多的负担 这样你在你的家人面前 也会挺直腰杆 这个是你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真心地想 你们两个人 有更好的未来的话 所以多研究一下 怎么去自我充电 自我投资 把所有的精力 浪费在吵架上的精力 时间 全用在投资自我身上 多想一些 赚更多钱的项目和工作 为了自己的孩子和老母亲 为了自己的男人 好不好 大兄弟 最后一句话给你 我知道东北男人的脾气 你要改一改 老倔 很倔 脾气冲 脾气爆 你要改一改 虽然过去都是有情伤的人 有伤痛的人 但是过去了 我们不应该再把 过去爱情的伤痛 带给我们的窘境 再迁怒给我们身边 我们爱的人 对不对 眼光还是要放到未来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雨冬 来来来 白老师 我觉得这位先生 如果你是一个 三天就感受 我这在这里 要不应该 我不要再说 我这边 就能不能再把 没关系 我这边 就能不能再让 不应该 都不应该 是一位 我这边 我们还是很少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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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应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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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师 如果要找一个依靠 也要尽到自己的义务 是的 你刚才说这个男人老实 其潜台词是说这个男人傻 不是 他挺老实的 你跟他才交往半年呢 你半年你就带着孩子 住进了别人家 孩子带着自己的母亲 你换任何一个男人能接受吗 不能 对啊 那咱是不是得对别人好一点啊 包容一些啊 是的 一个人要分得清好歹 伤害你的人 我们不能再受他的屈辱 我们得有骨气 我们不为了这一千块钱 或者是用法律的意识 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都不应该受到他的侮辱 而对于那些 对我们好的人 我们应该学会感恩 这样的话 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好的 你刚才所有的语言 所表现出一点 我在这儿 只是暂时停靠 是吗 你所有的话不就是这样吗 我在你这儿 就是暂时停靠的 我为了孩子得忍 或许你自己内心深处 你都觉得你忍得很难受 你为了孩子 那一千块钱的抚养费 忍你前夫 现在为了孩子 能住在这儿 你又忍你的现男朋友 你可能觉得自己忍得很难受 但是 所有这忍的诱因 都在于你自己 你不独立 你听懂了 你别老那么生气上火 生气上火一点意义都没有 别看你嗓门大 但其实处处受欺负的是你自己 你就是个儿大 但其实心里挺善良的 你怀了任何一个男人 都不可能认识半年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准丈母娘 接到家里来 所以其实你母亲也挺善良的 你母亲没有横加反对 而只是不看她 也没有把她们从房间里赶出去 因为那房子是她们的 但是我认为 怜悯心归怜悯心 但是对于自己的感情 要有很好的良判 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你不能闷着头过日子 一个女人心在不在你这儿 她是暂时停靠 还是将来飞飞翅膀 她就会走 应该心里非常清楚 对孤儿寡母要本分 但对自己也要尊重 当别人不尊重自己的时候 自己要学会为自己的生活打算 明白吗 明白 有爱情吗 有 有 有 要保卫 那就行了 我们还是尊重吧 女生 确实爱她 好好对她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虽然我们在相识的 这段时间里头 我有很多 对不起你的地方 请你相信我 我 在以后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把你的孩子 当我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我会把你的母亲 当成我自己的母亲 来晒牙 希望你能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看你的表现吧 看你的表现吧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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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见证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请见证 我回家吧 我会对你好 请开门 请亮灯啊 请回 谢谢 请 请